伯仁传,大统木仪式为何不敢攻击伯仁?并不是他惧怕逃逝。 在伯仁转漫画最新的武士画中,大统木仪式在被伯仁带到一空间之后又一次和名人,佐助展开了战斗。 在战斗中,大统木仪式一如既往地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,名人,佐助在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,只有单方面被吊打的份。 不过虽然大统木仪式强势碾压了名人和佐助,但是他却无法真正地杀死他们,因为他还有一个忌惮的人在现场,那就是伯仁。 战斗过程中,佐助一度差别死在仪式的武器之下,好在伯仁奋不顾身地救下了他。 在伯仁就佐助的时候,大统木仪式原本有机会把伯仁连佐助一起杀死,但是他却停手了,也正因为大统木仪式的这次停手,伯仁才发现了仪式不敢对自己出手这件事。 很明显,大统木仪式不对伯仁出手不是因为他喜欢伯仁,而是因为伯仁体内有一个丝毫不逊色与他的大统木陶氏。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问题,大统木仪式真的需要惧怕陶氏吗? 在剧情中,大统木仪式和大统木陶氏都和明仁,佐助有过交手,其中大统木仪式是以绝对的优势碾压了明佐。 而大统木仪式,他最后是被明仁和佐助击败了,虽然这里面有伯仁的帮助,但是明佐对阵陶氏的时候,明显压力比对仪式的小,也就是大统木仪式的实力势必陶氏强的。 那既然大统木仪式比大统木陶氏强,为什么他不敢对伯仁出手呢?答案其实也很简单,他并不是怕陶氏,而是不想浪费时间。 在这一块的剧情中,阿玛多曾经说过,仪式的寿命只剩下几天,如果他在这几天内不找到川木来当新的容器,那么他就会死。 而大统木陶氏的实力虽然不如仪式,但是同样是大统木一族,实力差距不会很大,而且剧情中还说过陶氏转身的进度已经到达80%了。 只要陶氏能够拖住仪式几天的时间,那么仪式同样也会死,所以这才是仪式不敢对伯仁动手,怕击出陶氏的原因。 至于有些人说的大统木一族不能自相残杀这件事,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扯淡,虽然动画中的却有出现过这句话,是普世对摄人说的,但漫画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个设定。 相反,漫画中大统木一世还是因为被灰烈偷袭才需要照容器的,由此可见大统木一族也是有自相残杀的情况的。 当然,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分析和推测,你觉得大统木一世为什么不敢对伯仁动手,击出他体内的大统木陶氏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。